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万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来谈我们核心服务,如何写Proxy跟Stab这种代码。 我们在上一回合已经说明了这个Stab跟Proxy在整个Android架构体系里头,它的位置,以及它的角色,以及它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要来说明的是这个Stab类跟Proxy类等等的这些代码怎么写。 那我们在之前也用过在加瓦城 在加瓦城呢,我们是使用了AIDL 这个工具 那这个是谁提供的呢?这是强龙 是强龙就是Android 或是Google 是由强龙提供的 这个提供的工具 他来提供的 然后由这个工具呢 来产生 这个 给 地头蛇 给地头蛇使用 给地头蛇使用 由强龙提供这个工具 来 给地头蛇使用 来产生 这个 Ploxy 类 跟Stab类 那现在呢 我们 谈的是 C++的 Native服务 就是系统服务层 我们现在探讨的是 C++层 C++层呢 我们 不是使用AIDL工具 而是使用 这个模板 那么模板也是 强龙 这个 这个 写模板的代码 写这个 模板 的 代码 然后呢 由 交给这个地头蛇 来 来定接口 来定接口 然后把这个 这个写模板就是写成这样的一个模板 就是 VN interface 来这个模板 就是有强龙写的 地头蛇定接口 定完之后把这个接口 放到这个参数里头 那这样就可以生成 这个 生成这个 Plexi跟 Stable 是这样子的 所以 我们 现在就把重心 放在 Stable 的生成 也就是把重心放在 VN interface 这个模板的使用 至于 Plexi类呢 我们是 在后面的 小单元 我们再来 详细的 收明 现在我来先帮你做个 Pooland 收明了 这个Plexi跟Stable的 分工 的一种用意 在我们 所了解 这一个 在Mind 的 Plexi跟Stable 这个类 我们的用意 我们也收明过 在上一个回合说明了 这个Band 跟 解码的两项工作 那这是因为 在写 这个 大框架的时候 在写 Bind的时候 这个Google 假设他是在 2006年 写的 那在写的时候 这一个 还不知道 这个 用户 用户 他的 UI上面 到底有几个函数 那有的人说 我要 Play Stop 有人说 还要加一个 Pause 有个人说 还要加一个 Rewind 等等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 买主来的 也就是用户出现了 用户 来了 才知道 的这个 知识 所以这个可能要到 像说我们是在2013年 开发App App的 所以到2013年才知道 这个接口 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好 那基于这样的理由呢 因为他的在当时这里只能提供一个通用的函数 通用的接口 所以他需要做Bandma的动作 Bandma1 Play的话 Bandma1 Stop Bandma2 Pause Bandma3 等等 再把他送过来 这边如果是Bandma11 就调用Play Bandma12 调用Stop Bandma43 调用Pause 等等的 这叫做解码 所以这个Bandma解码的事情 是不希望他给App开发者来负担 所以把他写在Pause Double的两个类 那为了让减轻AP开发者的负担 这是App 这个也是App 所以减轻他的负担 所以这个是由 强隆来提供 这个是由 来强隆 强隆 强隆写代码 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强隆写代码是合理的 那么由 地头蛇呢 来定接口 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分工 就是这两个类 的一个 形成了 他的分工的角色 就出来了 所以 除了这个写代码之外 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定接口 那这个J口呢 是 可以给AP开发者 更好用的J口 更好用的J口 OK 只是 这个J口呢 的定义 是到200 13年 叶子出来的时候 才会有的 那里头的 实现代码 是在2006年 就可以写好了 就是差别在这里 OK 所以我们就 用文字上来做个结论 这关于分工上面 就是由强隆来写 Paxi 跟Stop类 的 代码 的这个代码 代码是由 这个强隆 来写的 那么才能够减轻 AP开发者的负担 那这个强隆呢 就是有两类 一类是大框架的 就像Android的这种框架 一种是写小框架了 想去 做写天主义令诸侯的 比如说如果你熟悉 HTML5 它一个phone gap 就是一个小框架 那由这个来 提供 也是可以的 反正 可以让 AP开发者减轻负担 减轻负担 就是啦 好 那这里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接口 刚刚有说过 这个接口呢 要等到这个2013年假设 的这一个用户 出现了 才能够知道 所以等到买主来的 也就是用户啦 才知道 那所以在框架开发阶段买主还没有来 这一口还不知道 那又怎么写这个Stab Proxy Day呢 非常简单 使用某版就可以啦 Template 那Template呢 有这个 参数呢 所以某版由这个 强隆先写 然后呢 之后 这个 这个 由这个强隆 在2006年先写好 然后呢 2013年地头蛇才提供I 这样就可以配起来就可以生成一个类咯 所以呢 我们就得出这样的一个 概念咯 这一边 这口是由 这一个 地头蛇来定 地头蛇来 定这个接口 地头蛇定接口 然后呢 强隆写代码 强隆写代码 地头蛇定接口 强隆写代码 然后合成一个类 合成一个类 之后呢 这AP开发者就可以 直接来调用这个接口 然后这边再往调用到AP 那这样子就很方便啦 他直接用 AIA接口 这边也是针对F1 F2 所以就看不到 这个公用的接口啦 所以呢 对于AP开发者来讲 减轻他的负担 那 这边 是由强隆写 某版的代码 让这个地头蛇可以来加进去接口 所以共同完成这个类 共同完成这个类 也共同完成这个类 所以 得出一个 就是强隆 撰写这个 模板的代码 撰写这个模板在先 然后呢 地头蛇定义接口在后 OK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 的这个模板的技术 在写代码的时候 应用这个模板的技术 OK 那我们先来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模板 用个简单的例子 那这就是一个模板 那强隆写模板的 代码 那这个就是代码 这个就是这个代码 然后呢 这个是给地头蛇来 替代的 替代的 好 如果他把它用Int 来替代 那这一边就变成Int 那这边也就变成Int 那这样就变成一个完整的类 就是这样子 地头蛇把Int 填进去 那这边都会改变了 那就变成一个 可以执行的类 这就是 强隆写代码在先 所以模板写好了 地头蛇就可以把Int 配上去 配上去的时候 这整个这样就生成一个类了 就是用 强隆的模板加上地头蛇的这个就生成一个类 这叫生成一个类 这叫生成一个类 有这个类就可以来 New 对象 就会来New对象 那 刚刚这边的话是一般的Type DataType 那这一个一般的接口也是一种特殊的类 你这边可以放 一般的类 也可以放一般的资料形态 那因为这个 DataType 就是 DataType 换围比较大 所以他包含的Class 那Class呢 又包含的 Interface 这样子 所以你是看 Interface就是一种特殊的类 我们说过了 这一口就是一种 纯粹抽象类 也就是说 这个类里头呢 每个函数都是抽象函数 这个我们称为是Interface 所以 Interface是一种特别的类 同样的话 类也是依照类的定义 是一种 抽象的 DataType 叫Attract 所以类的基本定义 类的基本定义 叫做 User Define 这个 DataType DataType 由Programmer 自己定义的 数据形态 所以 这个Class 是一种特殊的数据形态 所以这个比较大 所以既然他 放的是T 就可以放Class 当然就可以放I 所以这个 Template 你可以把它变成Class C 也可以 变成是 DataType T 也可以 I也可以 就这样子 因此呢 在Android就提供了 这样的一个 以I为主的 把这个 J口 放进去 那就变成一个类 这就变成一个类 有这个类 就可以来 生 成这个 Object 对象 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现在 刚刚是看到的是模板的基本概念 我们现在拿Android的 这个 提供的这个模板 来做说明 Android提供两个模板 一个叫做 VN Interface 然后放的是J口 参数是J口 那另外一个叫VP Interface的模板 这个是用来 生成 Stab类的 这个是用来生成 Ploxie类的 这个P 叫Ploxie的意思 Ploxie 所以这个模板是强隆提供的 然后地头蛇来提供I 这是 地头蛇 地头蛇定的 J口 那这是 强隆写的模板 这是 强隆写的 模板 当然 当然是代码 代码 代码 OK 那这个产生 Stab类 这产生Ploxie 好 那我们这一个小回合 因为着重在Stab类 所以我们就把重心放在 VP Interface 上 好 那 不是放在VN Interface 上 那这个VN Interface的模板 就定义在这一个 Android的文档当中 所以这是有Android提供的 VN Interface 然后 这边I也可以 写这样可以 好 那我们就来看 这就是 Interface的位置 就是给用户 给 AP开发者 用户来决定 这个 譬如说 决定出来叫IA 这个这口 所以就把IA配上来 所以就这边就被取代成IA 变取代成IA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完整的 完整的代码 完整的类的代码 取代掉 然后这个VN Interface 是继承VMI的 继承VMI的 OK 所以你就可以体会得出来 我们 当 地头蛇拿这个 拿这个模板来产生一个类 就是 VN Interface 然后里头是IA 那就他就继承他了 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把IA放进来 就变成VN Interface 缴号IA 那这就是一个类 这个类呢 是 继承了 这Public 就继承了VMI的 那VMI的提供个 IV这口 有没有 IV这口 OK 所以呢 这个是地头蛇的式 刚刚这是 强隆的式 强隆 强隆 写的 强隆写的 OK 然后这一边就是这口 这是地头蛇 定义的 这口 地头蛇定义的 这口 I MyService 那定义的几个函数 SV1 SV2 SV3 好了 那这就地头蛇定义的这口 然后再来两个合并 就是 这一个 由强隆提供 VN Interface 这个模板 那 这一个就配上了这个模板 配上了这个这口 这就是 地头蛇提供的这口 这是 地头蛇定义的 定义的这口 那他两个继承的 VMI的 刚刚看到了 因为继承的VMI的 这样子 所以就 得出这样子 再仔细看一下 就是 刚刚在这里 这样子的一个 就生成一个类 这样就是一个生成一个类 那这个类呢 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类 画一个方块 上面就是 继承 VMI的 是这样子的 OK 好 那这个叫做由模板生成的类 所以这个就是由模板生成的类 那我们再来往下 再写一个子类 再写一个子类 所以就变三层了 就变成 这是一个模板产生的类 然后他继承的 V by的 然后我们现在又写了一个子类 又再继承一个 这个叫做 VN My Service 这样子变成三层 OK 只是 这是代码的写法 那 这是图形 希望你能够在 图形跟代码 能够转换的非常的顺畅 因此 你就可以看得懂 这样的一个结构了 你看 刚刚这个就是 VN Interface 就是这一颗 就这一颗 那这一颗就是 就是刚刚这一颗 VN MyService 那上面 就继承一个VMI的 继承VMI的 那 这一个就是 整个 有模板产出的 这叫模板产生的类 这就产生的这个子类 那这个叫做Stab类 OK 这个是 Stab的模板类 OK 所以呢 我们这个基于Stab类 我们就可以写 就基于这一个 我们就可以写我们的Service 这就是本地的 Service了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刚刚是已经写的两个了 接下来就可以写 写我们的 Core Service Core Service 那这一个 两个合起来 就是叫做曹操类 叫Stab类 OK 原格上讲这个叫Stab 那这个是模板类 好 那就得到这个图了 有没有看出来 所以这个叫做Stab的模板类 那这个叫Stab类 好 所以 On Translate 实现在这里 然后由他 由他 对不对 来调用他 来调用他 然后他调用他 调用他 调用他 他们在往这边调用 所以这叫做Stab类 这叫做Stab的模板类 OK 所以 所以Android的 Core Service 等等 都会长成这个样子 长成这个样子 好 那我这边 就是让你了解 这个 VM Interface 他的模板 的一种用途 以及 他来 让 强隆跟地头蛇 做一个 很好的分工 让强隆 写这里的 代码 强隆写这里的代码 然后让地头蛇 可以来定接口 好 所以强隆 2006年假设 2006年写代码 然后搭配 2013年的 地头蛇的接口定义 那 写一个模板 可以给全世界 所有AP开发者 来使用 好 那所以减轻 有很多很多 这个AP开发者在写 本地 服务的时候的 负担 OK 那我就先 介绍到这里 那待会 我再来 举 实际的例子 就是Android 既有的 Core Service 那他的VM Interface的 模板的应用 以及他的Stablet 来帮你做 进一步的 说明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你们今度 他们还步 未经许 犯胊 是